新闻开始来关心最新消息 我国的射箭男团F3 汤志军 林子祥及戴宇轩 今天下午在法国巴黎16强 在中以6比0是玩封了英国队 但是在晚间8强赛 对上中国队 很可惜总分1比5是败政 最终止步8强 另外是我国极箭王子陈奕通 迎战李巴嫩选手以15比13 晋级32强 不过对上法国选手之后 吞败无援闯进16强 至于是柔道女王连中林 对上狮子山共和国的女将 只花了66秒钟就取得首胜 闯进16强 但是连续两件的奥运 都在16强止步 出发前喊出的交友口号气势非凡 我国射箭男团 在29号的16强赛中 交手英国 由在东京奥运拿下银牌的好手 汤志军 汤包领军 携手戴宇轩 林子祥初级 首局就以54比53取得胜利 接着以58比56再下一城 以4比0遥遥领先 到了关键第三局 延续气势以56比55胜出 连拿三盘设下英国队 顺利拿下八强门票 只不过到了八强赛 对上强敌中国 双方首局都有高水准表现 打成平手各拿一分 第二局中华队以一分之差落败 第三局又以54比56输掉 最终是以1比5 吃下败仗 无缘闯进四强赛 再看到21岁的极箭小王子 陈一通64强赛当中对决 黎巴嫩选手 第一回合双方攻势猛烈 以12比12战成平手 第二回合陈一通率先取得赛末点 并在对手无效攻击之后 直接命中对手的有效部位 最终陈一通是以15比13顺利晋级32强 但很可惜下一场对上地主法国选手 陈一通中场是以12比15落败 止步32强 但还是追平了我国极箭奥运 史上最佳成绩 而柔道女王莲真琳 在柔道女子57公斤级赛事当中 对上狮子山共和国女将 开赛后 莲真琳靠着三角压制对方 超过20秒 只花了66秒 就获胜闯进了16强 只是在16强赛当中 对上了世界排名第9的塞尔维亚选手 先被对手取得半胜 最后也没能逆转胜 最终宣告落败 连两届奥运止步16强 即便未能夺牌 能代表中华队 闯进武汉殿堂 以示末大荣有